《亞蘇鋼鐵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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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我們的最後一輩子 希望你們能救救他們的生命 請不要讓他們死 這幫助救救人 現在在瑞蘇鋼鐵場 在瑞蘇鋼鐵場 那些被捕捉 不要停止 烏克蘭東南部城市馬里坡 遭二軍圍困的亞蘇鋼鐵場 據信仍有超過一千名烏克蘭軍人死守 其中步伐傷兵 馬來坡官員直指 亞蘇鋼鐵艙誘入地球上的地獄 我們經常被撞到海、海、地上 我們希望你們 發出所有人 尤其是兵兵兵兵兵 隨著地下碉堡平民的撤離 二軍加大對鋼鐵場的轟炸 讓外界更加關注當地守軍安危 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周三透露 已提議與俄羅斯交還戰俘 一例讓亞蘇常理受重傷守軍脫困 獲得醫療救援的機會 除了烏克蘭官方的努力 守軍的親人也在四處奔走 向國際社會求援 死守馬力坡的烏克蘭海軍陸戰隊 指揮官弗里娜 12日也在推特發文 向全球首富馬斯克求救 希望這位來自外星球的超級人類 能解救守軍逃出生天 亞蘇鋼鐵場受軍拒絕投降 以免淪為俄軍俘虜 但他們請求外界協助 讓他們徹底到第三國 而俄軍不但在亞蘇鋼鐵場持續轟炸 更不忘加緊鼓動的攻勢 烏克蘭軍方表示 在暫時激烈的魯干斯克東部地區 烏克蘭摧毀兩座俄軍用來過河的浮敲 烏克蘭國防部還公布 據稱是烏克蘭在烏克蘭控制的戰略城市 利西昌斯克附近的 畢拉霍里夫卡摧毀俄羅斯坦克和其他武器庫的影像 長期保持中立國立場的芬蘭 在烏克蘭入侵烏克蘭後 針對安全政策做出重大轉變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與總理馬林 週四發表共同聲明 支持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共約組織 強調著可不容緩 俄羅斯的惡行不但引起國際強烈反應 聯合國也就俄軍惡行發表最新調查狀況 聯合國人權失誤高級專員巴舍來 12日表示 烏克蘭首都基伏所在的基伏州 最近幾週以來已發現上前具遺體 部分死者生前明顯遭到淋虐 或者處於敵意之下遭到殺害 而身在戰火前線地區的醫療人員 或許有更深刻的禮物 我以前沒有看過太多人的事 這些是完全不需要的苦力 我明白,這是一戰 人們說說,有可能會有警察 但這是很討厭的 但當時俄羅斯的刺激 殺了一母親的家人 而是去越南港 對於歐益 沒有正確的正確 他不敢做这个 我太快地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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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 我太太 我太太 鬼中心 众位电报道